他不懂啊 他不懂啊 沒有 他叫粉海鮮 這是粉海鮮啊 我一個蜜海鮮 蜜海鮮 蜜海鮮啊 普通的 是香油 香油 那這個是 油啊 你進去裡面人家做什麼你就跟著做 真的沒想到大家都是帶油進去 那每一個神明前面他都會放一個很大的一個玻璃瓶 然後你就是XXX 嗨大家好我是Jason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現在又來到了越南的華人區 但是我今天其實不是要去吃東西 我今天是想要去挑戰 或是我今天想要去體驗一下華人的一些其他的服務 包含到我現在頭髮已經有點稍微的長了 所以我想要去找看看有沒有華人的剪頭髮的店 因為上次我們有介紹到天后宮 那我這次要去另外一個其他朋友 推薦的另外一個華人的廟區那邊看看這樣子 那大家今天就跟我走吧 Let's go 好這個就是麗森戲院啊 上次我們有簡單的介紹了一下 他就是之前在1960甚至1970年代的時候 是非常火紅的一個戲院 但是因為可能現在是比較沒有在營業 然後前面有看到一間髮型 這個這一間應該算是怎麼說 碩果僅存的幾間華人的理髮店 因為我我剛剛走了一大圈 我都找不太到就是這樣的店 對然後我現在有點緊張 我要走進去 然後他旁邊還有兩三家 對他旁邊這邊還有兩三家也是理髮店 就是看看應該華人技術應該跟越南人稍微有點不太一樣吧 這個髮型就交給你了 進到這間理髮店 感覺聽到我說中文跟廣東話之後 大家的表情都有些驚訝以及不解 才發現這間好像不是華人的理髮店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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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旁邊這邊錄乾淨這樣 然後後面也錄掉這樣 還好有這位華人與伯伯的幫忙 讓他們順利的用越南語來勾頭 我想要剪的髮型 但是不對啊 其實我也是可以講越南語啊 我來這邊玩啊 我來這邊玩 是嗎 對對對 住在哪裡 我我我是那個台灣 我知道你住在哪裡 我住 欸你知道我台灣 你講的那個古論話跟中文不一樣 跟中文不一樣 我住新北啊 台北這邊 你怎麼走到這裡啊 我旅遊啊 我來這邊旅遊啊 然後我繞一繞看到有中文字了 我好緊張 我用閱文跟這位老理髮師傅聊天才得知 這間理髮店裡面的服務人員 全部都是越南人 也包含他自己 偶有講廣東話的客人 但是他也是第一次聽到有人用中文跟他溝通 他剛才也是有點不知所措 他跟我開玩笑的說 他也許也要來學一點中文了 離完頭髮後 出來碰到剛才在裡面的華人阿伯 跟他聊一聊之前 他去台灣生活的一些感受 就在這時 剛才理髮店的老闆娘走了過來 那是誰呢 他有什麼會送到你 他在花旅遊 他們說 說到這裡有一個小色的詳細 那是大型的 他的另一種 我看見是石頭的 他就看見了 我看見是石頭的 他看見是石頭 他說它是石頭的 他知道石頭的海老闆娘 那是石頭的象徒 我看見是石頭的 有石頭是石頭的 那是石頭的 他就在石頭的 那是石頭的 我們在外國中 我們在外國中 我們在外國中部 中部人 中部人 外國中啊 外國中 我們在外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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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熱情啊 他想說帶我去逛逛這樣子 我想說沒關係 我就在附近走走 對 他算是之前有華人啊 然後他是之前有去過台灣 對 他滿有趣的 好 來這邊看一下 這一間應該是麵店 然後我看他有寫中文 所以我來吃個麵 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沒有 這個多少 多少錢 七萬五 七萬五 麵海鮮 我一個 粉海鮮 這是粉海鮮啊 對啊 我一個 米海鮮 米海鮮 米海鮮啊 好 好 聽不懂 它很乾 對啊 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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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們會有一碗湯對不對 有嘛 那我要乾的 這樣 有人會來亂 對 對 哦 他應該是 我剛一開始跟他講中文 然後他有點反應不過來 然後他後來 因為我剛要菜單嘛 然後他其實知道 我在跟他說什麼 他應該是華人 開始醒過來 然後跟我講中文這樣子 今天滿便宜的 你們這間很便宜耶 我上次去那邊吃啊 大概 啊 嗨 我可以拿 嗨 你們也給我們 英文都會叮咚的 跟 Nero Nero 你們也英文都會叮咚的 吃看他們的這個麵 我上次吃一間麵比較貴 然後他們的比較便宜 吃看看他們的好不好吃 大家看我頭好看嗎 這間海鮮麵味道真的很讚 麵條 購盡 搭配上新鮮的海鮮 另外湯頭順口鮮甜 老闆的親切待人 這一碗七萬五月頓 已經吃到沒有遺憾了 可以擁登現在我最喜歡的 華人海鮮麵 謝謝 OK 乾杯 謝謝 剛剛那女生應該還還 他就跟我說多謝這樣子 我記得我會 因為我有寫過一點點廣東話 好 剛剛發現滿多人 其實他們是從有一個方向走 就是很多的外國人 都是往這個方向 往前面這個方向走 然後我想說 那我也跟他們走看看 可能會去某哪些 哪一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應該是 比較特別一點這樣子 跟著外國人走著久著 就來到了溫林葵館 也就是傳說中的觀音廟 廟外面都是寫滿中文的記車服務 有點像是來到了台灣風景圈那種記事感 廟宇那一部滿滿的中文字 裡面充滿著虔誠的人們 搭上一些道教才有的傳統習俗 我這廟裡面 待了有一個小時之久 去感受那很類似 台灣寺廟的那種特殊氛圍 剛剛我進去的時候 他就說要買油 就是類似食用油 然後跟香進去 然後當時我就不知道 這個食用油到底要幹嘛 如果你簡單拜 對 我簡單拜 你買一份的觀音 嗯 求平安 那我可以就是這個 用這個這樣 普通普通 是香油 香油 那這個是 油啊 油 你進去裡面 人家做什麼 你就跟著做 我跟著做 我跟著做 對 好 那我買一套好了 這個四萬 四萬嗎 然後就說你就照著做就對了 我就也照著做 那幾個爐啊 六個 六個 夠嗎 前面兩個後面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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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這個油咧 這個油到哪裡 嗯 一個地方你倒小小就在你了 我都可以倒是不是 對啊 沒這樣我都可以倒 真的沒想到大家都是帶油進去 那每一個神明前面他都會放一個很大的一個玻璃品 然後你就是把油倒進去這個玻璃品裡面 他這個油其實就是有點類似香油的概念 對 所以就好像又有點合乎 但是因為台灣不會倒這個油 我沒有印象有在倒這個油的 通常都是你會買一些水果啊 買一些餅乾啊 然後你會放在一個桌子上面當作一個貢品 那這邊是我剛進去看是沒有貢品桌 對 所以就是就算是拜同樣的一個神明好 但是每個地區他們的拜法又會稍微的有一點不太一樣 其實我覺得很漂亮就是我有點震撼到 就是它的整個環境啊跟空間其實是非常好的 然後每一尊神明其實都就差得很亮 然後裡面其實也有在擠蓋就是季節 這裡叫做打掃人 打掃人 越文叫什麼 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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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你這個 這年你的運氣不好 對對對 幫你幫你解 解掉這樣子 一樣對我剛看有人就在那邊解 該有的一些習俗啊 其實都有在呈現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就讓我覺得有一點好像回到台灣的感覺 整個廟宇的這個顏色啊 也基本上幾乎都一模一樣 就是紅色啊 金色這樣子 我就覺得我好像跳脫來到台灣了 好懷念 那我一份煎糕 在哪裡 坐哪邊 在這裡 在這裡 裡面坐好 裡面坐好 那有加蛋是不是 煎糕加蛋 多少錢啊 三萬啊 好我吃一個煎糕 好 進去就好 ok ok 其實這個煎糕 老實說就是蘿蔔糕 這個蘿蔔糕吃下去之後 這個香氣直接跑到我的嘴裡 蘸醬也是傳統的醬油 所以非常的台灣口味 但是因為我其實比較喜歡蘿蔔糕 加上一點點的油蔥香 但是能夠在華人區吃到蘿蔔糕 已經是一大享受了 今天真的非常的滿足 今天就是在越南的華人區啊 去體驗一些比較更日常的活動 像是剪頭髮啊 然後吃東西 對 因為還是要吃東西 肚子還是很餓 而且這邊的東西還真的是很好吃 就是我上次吃那個麵啊 海鮮麵 我就覺得很好吃 我這次也是去別間點了一個海鮮麵來吃這樣 那再加上我們今天也有去體驗一下 華人他們拜觀音廟的一些廟宇的文化 因為他們的拜的方式 其實跟台灣是有稍微那麼一點點的不太一樣這樣 在今天在路上 我們還有碰到一個小小的華人粉絲 我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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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拍 我有看你 你有看我嗎 其實非常的開心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